你要把人家的東西扣起來 就要有法律的依據 它是撕淹還是獵淹 這很奇怪啊 我們國家的行政機關是 法律的依據找不到 兩個機關還在演藝還在踢皮球 為了幫淹商的利益護航 連這種基本行政 找得一把行政都做不到 我最近收到很多投訴喔 說海關末路加熱煙 大家覺得說你要末路加熱煙 抽煙不好我知道啦 就煙品的部分 重要的就依法行政嘛 該進的進 該瞌睡的瞌睡 然後我直接問 海關末路加熱煙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目前是暫扣押的 那我 不好意思喔 暫扣押喔 好來來來來 海關棄資條例第17條 查獲貨物違反本條例可以扣押 好 它違反海關棄資條例哪一條 你要把人家的東西扣起來 就要有法律的依據 我接到陳情以後我就一直去看 請問你們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說是海關棄資條例第17條 我的老天啊 海關棄資條例第17條是可以讓你這樣用的 最主要是因為 冤害防治法的這個部分 先提一下 冤害防治法第幾條規定 它不能夠吸入這個東西 它是撕焉還是裂焉 這個部分我們目前在 跟這個所謂衛福部來 這個很奇怪啊 我們國家的行政機關是 法律的依據找不到 兩個機關還在研議還在踢皮球 沒有 在這樣的狀況下 就可以去扣押人民的財產 我們的政府 什麼時候 為了幫煙商的利益護航 連這種基本行政 想必把行政都做不到 所以不是幫煙商的 那你告訴我嘛 你說衛福部打算要禁止 請問要禁止沒有 你剛剛又說沒有 我問你法律依據是什麼 你又答不出來 管制了沒有 不是禁止啊 他不是禁止啊 禁止了沒有 還沒 那你憑什麼給人家扣 沒有法律授權依據 現在也沒有禁止 你們說要扣就扣 這不是為了延伸的利益在戶 什麼是為了延伸的利益在戶啊 這不是為了延伸的利益 那你告訴我 你的法律依據是什麼嘛 我甚至去看了 你們1月的會議紀錄 我看了快要休課了 外福部發函財政部 健勤考量列為不得輸入的商品 這顯然就是還沒有列入 還沒有列入 我們就用一個莫名其妙 完全沒有法律依據 就把人家的東西給扣起來 然後呢 你們自己在規範會議上面承認啊 因法禁止進口的法律依據 我國的依法行政 最喜歡放在嘴巴上的依法行政 到哪裡去啦 說沒有法律依據也是你們自己寫的喔 說未來要漸情列入不得輸入的產品 也是你們自己寫的喔 沒有法律依據 現在也沒有禁止輸入 憑什麼給人家call 這就是我的問題啊 所有的啊 都在問這個問題啊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會盡快跟外務部來演議